近来甘肃省卫生厅网站关于打通任督二脉的消息引发外界热烈讨论 中共官方除了肯定回应外 主要官媒新华网和人民网6月4号再次重点转载了相关报道 有评论认为这可能是中共高层对法轮功政策将有所转变所做的铺垫 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国出现了气功高潮 同时也出现了各种特异功能现象 其中流传甚广的就是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 但是中共党魁江泽民自从99年720以来将消灭法轮功作为头等大事 其他气功也一并封锁 13年来气功在中国成为禁区 不过5月下旬大陆却罕见的出现了打通任督二脉事件 外界认为这是中共高层中有人突破禁区再度宣传气功 事件继续发酵 6月4号新京报发表了甘肃省卫生厅推广中医调查 吃中药可100%报销的报道 报道中提到在门诊吃中药使用针灸把火罐等疗法可以100%报销 而当天中共严格掌控的两大主要官媒新华网和人民网 分别在显耀位置全文转载了新京报的这篇报道 同一天齐鲁晚报也发表了甘肃省卫生厅长中医药太弱势只有强力推广的文章 新浪网新民网等其他大陆网站也进行了转载 原河北人民广播电台编辑朱欣欣认为 中共当局对气功和中医的态度有所松动 显示背后有中共高层的力量在推动 美国南加州大学公共政策博士叶科认为 只要一提起气功人们就会想到法轮功 因为法轮功在被镇压之前吸引了七千万到一亿的练功人 而在中共这么多年的迫害和禁闭下 如果当局直接改变政策可能会有一定难度 如果社会上突然对这个气功啊 对这些修炼呢都认为是非常负面的看法的话 那他突然这样转备一个政策对他们来说 可能就会有一定的这个难度或者说特别的粗误 因此叶科认为现在中共当局如此罕见的进行高调报道 可能是一个改变法轮功政策的风向标 现在呢其实在官方媒体上就等于为气功和这种传统文化 进行了某种程度上的一个证明 那么这样一个证明的话呢 我自己理解他很可能为以后对法轮功这样一个政策的改变 做某种肤电 中共高层的某些人可能在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这样一个放风 对社会的舆论进行一个观测 这是我认为的这样一种非常可能的一个做法 在此之前北京有消息指称 中共总理温家宝等人不愿意为将迫害法轮功所造成的大量血债被黑锅 想切割和血债派的关系 因此周永康问题解决之后 下一步就是为蒙冤的法轮功证明 有评论说中宣部不会不清楚认都二脉这个词的敏感程度 但是媒体相关文章非但没有被和谐掉反而被广泛转载 卫生部又出来力挺此事这就不能不让人们浮想连篇了 在任多二脉事件后5月25号甘肃省卫生厅长刘维忠在微博中声称 愿意牺牲自己的政治前途换来甘肃中意的发展 感谢观看